家庭地位低的男星 第一位 冯小刚 冯小刚释出了名的快人快语 不怕得罪人 但在妻子徐帆面前却是言听计从 早前冯小刚就被问及是否很怕老婆 冯小刚毫不犹豫说 怕是肯定的 第二位 吴京 吴京在娱乐圈一直是公认的硬汉 在与妻子谢南参加某宗艺时 大大让人对他改观 整个谢南奴隶的感觉 与另外几个男嘉宾喝酒时 还是不时向外观望 谢南一有需要 赶紧屁颠屁颠地跑去伺候 还被当场的几人嘲笑 第三位 沙亿 沙亿怕老婆在圈内可是出了名的 朋友找他借钱都得先通过胡可批准 甚至在某节目中曾说过 哪怕自己在上厕所时 只要妻子有需要 即使上到一半把马桶让给胡可 第四位 杜江 杜江是公认的三好先生 爱老婆 爱孩子 爱家庭 杜江在很多节目中强调过自己的家庭地位 可每次都被女王获思艳无情地泼冷水 第五位 李承炫 李承炫和七威参加 我家小两口 夫妻俩一起做饭时 李承炫就随口说了一句话 而七威一抬眼 李承炫就慌了 足以看出平时夫妻俩的生活状态 李承炫一直可怜巴巴地 在老婆眼神下讨生活 第六位 张志玲 张志玲可以说一直被老婆军事化管理 甚至很多人都拿她开玩笑 节目中多次吐槽自己的家庭地位 结果老婆袁勇一一个眼神 瞬间秒耸 第七位 袁洪 袁洪和张欣逸参加某综艺节目时 可以说是将家庭地位展现得淋漓尽致 真是把老婆当成了公主宠 生活中更是仅凭老婆的眼神过活 第八位 陈小春 工资上交不过是基本要求 陈小春采访中透露 从没看过自己的工资 也不敢看 更是没得看 回到家都得看英才而脸色形式 第九位 邓超 邓超在娱乐圈是公认的为数不多的好男人 经常能看到邓超在家被老婆 女儿欺负 却还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家庭地位 可以说是顾家好男人的一个典范了 第十位 刘德华 刘德华作为天王巨星 在娱乐圈的地位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没想到在生活方面却是个七管言 一次采访中公开说过 在家连喝个酒都不敢 怕被老婆骂 刘德华可谓是将怕老婆全市的淋漓尽致 你还知道哪些怕老婆的男性